第五千七百零三集 妙法莲华是佛门的一种高深境界 一念之间 妙法绽放 七色莲花浮动 诸界沐浴佛光 万法时空 皆皈依佛恩 是十分厉害的境界 这妙法莲华也是佛祖真经的第七层 在现实世界中 一般将佛祖真经 修炼到第六层就是顶点了 最后的三层要踏入无无时空里面 才有资格修炼 就连古博圣地所收藏的佛祖真经 也只有前六层并没有第七层的法觉 但是法华尊者却突破天际 将佛祖真经练到第七层 算是现实世界万古罕有的艺术 当年他游历世间的时候 不管是太上世界还是天外天 诸家各派的势力都要给他几分面子 妙法莲华的真谛 叶臣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初步接触过 在三十三天鸿蒙古法之中 有一门古法叫法华寂灭天 叶臣还在七大神国游历的时候 便已经学会了 不过他那时候的佛法感悟自然比不上现在 魔祖无天 你想杀我恐怕没那么容易 佛祖真经妙法莲华 给我镇压 叶臣一声抱贺 借用着法华尊者的力量 手指拈花作绝 灵气化作佛光冲天而起 汇聚成一座七色连台 七色连台悬浮在空中 七彩佛光绽放 纯净浩瀚的气息铺天盖地 虚空里泛畅阵阵 锐爱征腾 宝光飞舞 彩虹灌空 显现出了极为壮观瑰丽的气象 魔祖无天宇文姬与黄雅飞目睹这一幕 皆是惊呆了 在战场遗迹之外 玄碑大师等佛门高僧 还有吃风上人 藏海 夜兰等人 还有萧欣和和燃灯祖师 他们的神识都时刻扫视着战场的核心区域 当他们感受到那七色连台的气象 所有人都震惊了 甚至不需要神识扫描 光是用肉眼就能看到一朵七色莲花 在战场最中心绽放 浩瀚的佛光璀璨到了极致 妙法莲花 这怎么可能 天哪 是轮回之主 他什么时候将佛祖真经 修炼到了第七层的地步 这不是他的力量 是谁 谁赐给他祝福 难道是佛祖吗 这股力量太伟大了 我仿佛看到西年 法华尊者在世 那是仅次于我们 无心祖师的佛门高人呢 诸多古佛圣地的长老惊叹起来 和一般人相比 他们更能感受到 那七色莲花的厉害 那是佛祖真经 那是佛祖真经第七层 妙法莲花的大气象 即便是在古佛圣地里面 也没人能将佛祖真经 修炼到第七层的地步 除了昔日的无心祖师 战场核心区之中 叶辰手握着七色莲台 狠狠向魔祖无天 镇压下去 他只想速战速决 因为在他心里 猛然有一股不安的感觉 好像有什么杀气在靠近 那股杀气 似乎来自魔女 喜颜仙子 叶辰隐隐感到不妙 此前天启至尊 溃败在他的手里 难道魔女要来报仇吗 他不知道背后的真相 他只知道 必须速战速决 然后离开这片战场 不然的话 要是魔女降临 叶辰可是吃不消 未来的时空长河 我为深渊之主 无上死神 死神权杖 降临吧 在这世间显露过的威严 魔祖无天眼看夜晨 七色莲台震下 仰天吟唱起来 浑身气血燃烧 竟是召唤未来的力量 在未来 他有可能成为死神 他居然燃烧起来 召唤着未来的力量降临 只见一把权杖 浑身魔气缭绕 一片漆黑 如同是黑药石铸造而成 权杖上沾染了无数鲜血 死亡 污秽 恶毒 业障的气息 汇聚成一条条的毒蛇 在权杖上攀爬缠绕 极其恐怖 这是死神权威的象征 是传说中的死神权杖 也是控制天魔星海能量的核心钥匙 此刻的魔祖无天 自然还不能掌控死神权杖 但他可以从未来时空里 召唤出死神权杖的一丝威能 直接化作杀人的戾气 他悍然不惧 催动死神权杖 如刀剑般破杀而出 竟是直接刺杀向夜晨的七色联台 这是未来的死神威能 与佛祖真经妙法莲华的碰撞 这股碰撞 如是佛魔的惊天交锋 汗爵还宇 魔祖无天的死神权杖 狠狠穿透了夜晨的七色联台 但七色联台瞬间爆裂 却炸出了无穷佛光 千条轻雾 又有五色祥云气象浮动 宝阁神盲绽放 强烈的佛家正气 带着灵力的杀气 如要斩灭世间所有的邪魔般 狠狠穿透在魔祖无天的身上 魔祖无天闷哼一声 受到佛光的冲击 浑身伤口累累 渗透出鲜血 夜晨也颇有些狼狈的后退 遭到那死神权杖魔气的冲击 胸口一阵烦闷 佛魔的冲撞爆出了惊天气浪 佛光与魔物混合 形成了一层浓密的雾矮 隔绝了外界所有人的探视 在冲击之中 宇文基和宇皇雅非都晕倒了过去 能够站着的人 只有夜晨和魔祖无天 两人刚刚相斗 却是斗了个势均力敌 各自受伤 这魔祖无天好生强悍 如果不是我得到古佛圣地气韵的加持 还真未必能与他抗衡 轮回墓地之中 法华尊者浑身骨头架子都剧烈地抖动起来 显然也受到巨大的冲击 如今的魔祖无天太强悍了 能借用天魔星海的力量 背后又有黄金家族深渊神殿的支撑 可以借用未来的力量 夜晨有法华尊者助力 再占了古佛圣地地脉的便宜 才与魔祖无天打成了平手 惭愧 如果不是有前辈你的助力 我恐怕连活着都不能 夜晨叹道 没关系 等你能稳定释放烈日命星 并且修为再突破几分 以你的轮回底蕴 那魔祖无天就不是你的敌手了 法华尊者笑了起来 还是非常看好夜晨的未来 夜晨点点头 目光望向魔祖无天 此时的魔祖无天脸色却是有点难看 他堂堂先帝 自然无法接受平手的结局 他神色阴冷 手中长剑举起 一股诡秘恐怖的气息 渐渐酝酿 那是三十三天神术的气息 魔祖无天还有最后一道底牌 那就是源自天魔星海的三十三天神术 叫神魔九天流 这神魔九天流一施展出来 足以朽灭诸天神魔 极其厉害 但施展这门神术 自身也可能遭受污秽与业障的反噬 代价巨大 此刻魔祖无天 显然是想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将夜晨诛杀 夜晨目光一领 立即戒备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笑声响了起来 只见虚空之中裂开一条缝隙 一道颇为魁梧的身影 从虚空中踏出 竟然是红春秋 一丝丝阴森的魔气 从红春秋身上释放而出 弥漫到周围形成浓密的魔气屏障 隔绝外人的窥视 魔祖无天 我奉魔女大人之命 前来助你 赞颂魔女大人的伟大吧 红春秋笑着 望向魔祖无天说道 魔女 魔祖无天眉头一皱 感到十分意外 他知道魔女 是死神教团的首席护法 就算与天启至尊不和 也不可能倒转干戈 转过头来帮自己 夜晨见到红春秋降临 不由地眼眸一缩 只见在红春秋的额头上 有一道漆黑的印记 那正是魔女的印记 如一道神秘图腾 无穷伟力绽放而出 夜晨看到这道魔女印记 就隐隐捕捉到天机 看到了一幅画面 画面之中 魔女神情暗淡 坐在一张荆棘构筑成的座椅上 那正是荆棘王座 是死神教团最高权势的代表 这荆棘王座 本来是天启至尊座的 现在居然被魔女坐上去了 夜晨看到这幅天机画面 十分的惊讶 下意识以为 魔女已经夺权成功 镇压了天启至尊 自己登上了荆棘王座 但是仔细感应 天机洞察之下 似乎又不对 这荆棘王座 好像是天启至尊 直接让给魔女坐上去的 天启至尊与魔女 似乎已经停止了内斗 对抗轮回 争夺死神权柄之势 如今由魔女全权负责 这个洪春秋 正是秉持魔女意志 降临下来的 魔女乃是天地主神 自然不可轻易降临 而且她也很谨慎 没有像天启至尊那般 亲自出手 她有洪春秋这颗棋子 自然是利用到极致 魔女大人说了 轮回之主气运太盛 想杀她并不容易 最好你和我们联手 一同铲灭轮回 洪春秋眯着眼睛 当着夜晨的面 直接与魔祖吴天商议说道 完全没把夜晨放在眼里 因为就算轮回气运再胜 魔女和魔祖吴天联手的话 也足以镇压了 联手吗 魔祖吴天轻声呢喃 目光略过寒芒 似乎也在考虑 等缠灭轮回之后 争夺死神权柄的人 就剩下你和魔女大人了 要怎么争 那是我们内部的事情 咱们联手 先送轮回出局再说 洪春秋笑道 只要夜晨一死 轮回阵营必定大受打击 深夺网儿那边 自然也是失去争抢的资格 魔祖吴天沉吟着不说话 暗暗推算过去未来的吉凶因果 问道 天启至尊退出了 暗推算过去未来的吉凶因果